昨天晚上下了一球的雪呀 看看这雪下的有多大 我现在呢去收点花树荣 前几天采花树荣那个师傅呢他又采回来了 完了一会呢 我领大家上我们镇上看看啊 看看我们镇上这个下完雪以后都是什么样的 这个当地老百姓他们都是怎样生产生活的 我到地方了 没人呐 哎 哎 哎我在你家这个胡同留找不着哪个是你家的 你出来呗 这孩子先你出你输出去了 哎好的 那个是你家呀 我刚才敲前面门去了 啊 啊 快进屋大了 啥时候采回来的啊 就是这几天坎这几天坎的你们俩这都我啊 大宝宝 我问你说全是大个儿的 全是大的啊 哎呦 来我看看 哪有小的啊 哪有小的啊 还是哦 这会儿 咱敢这么出话吗 一会儿我不敢给您那啥 等会儿我先看看货质量咋样 行行行行行 不是 你看看 你看看 哪有质量四百 没有 都是好的 都是三斤锅咋的 你看看 是不是 你把这个 都干差不多了 都干差不多了 你看看 你看看 哪有这个块儿去呢 我看看 哎呀你看看这个块儿吧 你这质量 还是咱们 你看看 嗯 瞅的还行 是不是啊 哎呀 瞅一百倍的效果 你这三斤锅咋是 那一共有多少啊 就这些的有 一共就 就这点玩儿了 没有 我这个 这个 那个给你 你叔说给你了 不要吃 你不管 要也不要啊 这个是给你的啊 每个给我呀 就你说这个 我就 我就看 这个给你了 这个这个送给我呀 这个送给你的 给孩子装害个 哎呀 这送给我干 你就留得得了呗 不不不 你等会儿等会儿 你先别着急 我先看看那个 要不要 我给你 不是不是 不是你不是要不要 你说万一我要不要的话 你就给我 没有 我慌了你不要 这个我 我也送你 哎呀不是不是 你别着急 别着急 等我先看看啊 咱们先来看看学校啊 我家这个地方吧 冬天最冷的时候 能达到零下五十度 呃 所有的生产生活啊 全部耽误 你看这是小学 他们每天呢 到这个时间呢 都在运动 都在做操 这也是为了孩子的身体健康哈 不管是五十度也好 还是四十度 常年都是这样 大家看见了吗 刚下完雪啊 抓紧马上就清理 我们这块清雪 都是这么清理 这是路上的 这么冷个迁呢 我们这块市场卖东西呢 都在外面卖 呃 大家注意一下细节啊 车上啊 都有背 它卖的是地瓜 还有那个梨 它这个卖 这个没卖之前嘛 都有拿背包上 完了放在外面呢 就是临时性先放一会儿 完了一会儿 感觉要动的时候呢 抓紧把背再盖上 我再拉近点看看 咱们再看一下 这个老头老太太 穿的有多厚哈 大棉脑 大棉裤 看见了吧 这是买梨呢 梨的底下就是背 看见了吧 在底下 我家乡这个地方 岁数大的老头呢 唯一的娱乐方式啊 有两个地方 一个地方呢 就是当地那个政府 给提供一个屋里面 进里面去 打会儿扑克啊 打会儿麻将的地方 第二个呢 就是站在街上 呃 站在街上就聊聊天啊 他们 他们一般都唠啥呢 就唠唠什么老李家 今天下个猪 老王家 今天狗丢了 都唠唠镇上的 当地镇上的事 呃 这种 这种唠坑的方式吧 有点跟那个 拉萨的光明茶馆 有点挺像啊 整个拉萨所有的事 大事小行 在那里面全都听见 花树绒呢 我已经全收回来了 花树绒呢 它是白花树上 长的一种菊 它是降血脂 血糖 血压 泡水 煮水喝的 呃 每次煮水啊 就放大手指 第一个关节 这么大就可以 呃 大点小点都没事 因为你放的越大 它泡的时间 它越长 呃 这这批花树绒 收的挺好 完了 刚才那个 采花树绒 那个朋友呢 还送给我了 两个松仁城孔举 三个 呃 这个呢 是我家乡的野生蓝莓 大西岸岭村野生蓝莓 这个野生蓝莓啊 它这个里面呢 都是独立包装的 它这个里面是这样的 大家看看哈 它不像那个 就是 就是那个蜜枣似的 都可甜那种 它不是 它这个里面 看大家看看 它是这样的 看 一个粒 一个粒的 它没有那些 糖啊 盐 就是糖啊 非常粘 给糊住 那个 看看吧 它是一个粒 一个粒的 它这个野生蓝莓吧 它发小 像那个养殖 那个蓝莓 成河 那个都可大了 呃 大家要是有想要 这个画树绒的呢 就是点击视频 下方的连接 然后下单就行了 呃 要是有想要蓝莓果干的呢 就是点击视频 下方的画树绒 然后进入我的店铺 在我店铺里 找这些山货就行了 我现在开始优惑 这个客户呢 要两箱路边酒 呃 这个货呢 已经打包完一半了哈 这个路边酒啊 它是用露金 露雪 露边 完了 还有那个露心雪 大枣 枸杞 山药 给泡制的酒 这个属于我家乡的特色酒 呃 这个外箱 为什么 它 它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这里面 我都拿七柱给它包上了 然后给它伸进去的 但是它这个两箱放在一个箱子里吧 外面我还得用这个七柱给它包上 我刚才刚打完气 现在给它包上 到快递了 一会儿开着打单子 到时候给大家揣上去啊 我在我妈家畅房里呢 这个搭带的 大家看见了吧 这个搭带里的货呢 都是有口罩问题的地方 因为它发不了 发不了吧 我是隔两天上会计去一趟 就是去邮政 顺丰 所有的会计能邮 全部给邮走 因为它那个系统吧 是两三天一更新 所以说有些地方能邮 有些地方不能邮 然后我都去试试 为啥把这个货放我家畅房里呢 因为我家现在外面啊 都已经零下了 看看全是雪 好了 这些朋友呢 要在木耳喝蘑菇啥的 放在这个外面呢 它一动呢 它保鲜 所以说的话对外面动了呢 我现在上快递 对了 在后台下单的朋友呢 要是我没发货的 就说明你家乡那块是口罩问题 所以说别着急 所有货包好了 都在我家畅房放了 隔两天左右我就去一趟 主要是这边一更新 我就赔钱 也给大家给邮走啊 为啥说赔钱呢 因为顺丰快递它非常贵 就是不管那个 那个有多少 手中起价就18呀 有些时候我卖一盒蜂蜜 它33 优费就18 那这桌地就赔 但是没有办法啊 下单的朋友全部给邮走 就放心好了 能邮全邮 现在已经到快递了哈 把前几天 计较那个疫区的单子 现在全部邮走 看看能不能邮走 这个快递呢 是顺丰快递 但是它比较贵哈 基本上就赔钱了 但是也得邮走 我给你收这里吧 以后就这俩哈 我把这个货呀 从顺丰快递拿出来了 放在车里了 刚才在那呢 就邮了两个 完了我现在呢 去邮政 上邮政再试试 看能邮走多少个 这些货呢 我又拿到第二个会计来了 看看能不能邮走 这些都是能邮走的吧 那这屋里这些是邮不走的 大家看见了吗 又塞出来这些 完了 但是别着急哈 我后天 完了 我带去别的会计再看看 能邮走 全部给邮走 因为这块都是有口罩问题 没有办法 我刚到家呀 看我家院里这个雪哈 今天下雪下得这么厚 这院里都走不开了 虽然说今天干活比较累 但是也在把院里这个雪呀 全部给清理出来 清理完了以后呢 一会儿再对对账 一会儿再吃饭 先干活 雪已经全部扫完了 大家看看哈 现在吃饭 现在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半了 我岳母啊 在那屋已经睡着觉了 我要是把门打开呢 我岳母她就 她就没一响 她又一宿睡不着觉了 她有点失眠 完了我吧 就在我家这屋 我吃点方便面得了 没有办法啊 让老太太多睡会儿吧 我先吃饭啊 然后呢 咱们明天再见 对了 最后跟大家说一声 现在可以正常下单了 我家乡这个所有的会计 全部都通了啊 因为之前嘛 耽误点时间 实在是不好意思了 咱们明天见 我先吃方便面